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加拿大政府2號以一個國家安全為理由, 下令要三間中國企業撤出加拿大稀土礦物公司的股份。 中國商務部在昨日表示, 叫加拿大停止將經貿問題政治化, 亦會採取必要措施去維護中國企業權益。 當地時間2號夜晚, 加拿大政府發表了一個公告, 就說根據之前當地關鍵礦產資源投資審查, 就要求中礦香港稀有金屬資源有限公司, 盛澤里業國際有限公司, 還有藏格礦業投資成都有限公司這三間中資企業, 是要剝離他在加拿大理資源項目那邊的投資。 根據中國商務部官網表示, 發言人就以這件事答記者問的方式去做回應, 即是記者問他回答。 這名發言人就說, 中方對於加拿大以國家安全為由, 干預和阻斷中家企業正常商業合作行為, 表示堅決反對。 他同時都說, 中家是全球抗業供應鏈的重要環節, 中國企業在加拿大擴產領域的投資 完全基於市場經濟原則。 和企業的加拿大工業部部長說, 加拿大國家安全及情報機構對中資企業進行嚴格審查, 才做出推出股份的決定。 稀土抗物是認為對未來的綠色科技至關重要, 而且現在已經應用在電子、航貸、汽車、各房工業上。 加拿大十月的下半月亦都宣佈加緊限制, 外國各有企業對加拿大稀有抗物的投資, 只有在特殊情況之下, 才會允許外國企業進行投資動作。 而加拿大官方列出了三十一種 它認為是關乎自身經濟繁榮的關鍵抗物, 包括用在太陽能板、風力渦輪機、電動汽車電池的孤里和猛。 即是說現在加拿大方面, 估計它不是說只是針對中國, 它現在針對的是所有外國各有企業去投資它們稀有抗物的投資。 即是說現在加拿大是想將它們自己國家裏邊的稀土資源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上。 因為它認為如果未來是要行綠色能源的話, 剛才提及太陽能板、風力渦輪機和電動汽車的電池, 這些原料其實亦都是一個未來肯定會用到的東西。 就像太陽能板那樣, 之前大陸亦都是大量去發展甚至乎是去到一個產能過程的地步。 如果你說現在太陽能板, 你沒有了一些礦物, 可能有部分的產能, 原料上面的產能你拿不到, 那你這個產業就會下跌。 那電動汽車講緊的大家都明白是什麼一回事, 還有風力發電那些機器。 其實如果是站在一個國家角度的話, 加拿大這樣做, 好似又沒問題, 因為它講緊的, 不是說只是針對中國, 它講緊的限制外國國有企業去投資, 只有在特殊情況才會允許。 那它現在做出的動作, 只不過是按回他們之前所推出的政策去做。 但是中國方面, 它說是會有一個必要措施去採取, 但是可以怎樣採取呢? 這點我真是幾好奇啊, 因為呢, 講緊的, 是人家國家錄這個這樣的命令啊。 而其實, 你中方和加拿大方, 你始終都是會有事要合作的, 你的反制應該不會好像打貿易戰那樣打吧, 亦都不會為這三間公司做一個很大的動作啊。 那當然啦, 現在呢, 只不過是一個剛剛開始咧。 那看看, 它之後有沒有什麼方法, 是可以繼續在加拿大那裏掘礦啊。 好了, 今集呢, 同大家看到這裏先,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 下面留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